全球媒體報導中國財經 我們為您整理總結 歡迎收看中國財經簡報 我是興峰 路透社報導 富利地產創始人張力 同意引渡到美國 中國開發商 廣州富利地產公司的億萬富翁創始人 兼聯席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張力 週三同意從倫敦引渡到美國 她在美國將面臨賄賂指控 2022年11月張力在倫敦被警方逮捕 罪名是涉嫌在中國 宴請美國舊金山的前公共事業部主管等公職人員 並為他們提供酒店住宿 因此張力被指控涉嫌行賄 在倫敦被捕後張力就面臨引渡程序 最後12月張力以1500萬英鎊獲得保釋 並向美方就引渡提出異議 這也是英國法院有史以來最高的保釋金 據知情人士透露 在繳納保釋金後 張力在倫敦九餘樹地區的 太悟室1號樓盤居住 她住在一套有五間臥室的高層公寓 並被監視 此處也是富力位於倫敦的辦公室所在地 監視任務由前英國軍事特工 12小時輪班值班 法院方面的信息顯示 為了監視張力 安保行動每月的花費 就達到20萬英鎊 屬於富力地產的樓盤太悟11號 地理位置十分優越 步行至太悟士河僅需4分鐘 距離倫敦市中心知名景點 倫敦眼 車程僅需10分鐘 居住在其中的業主不少是中國面孔 今年4月 富力出售了太悟士河1號項目 張力於週三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同意被引渡到美國 英中律師協會的會長朱小九介紹 自2007年起生效的英美引渡條約 是一項不太平等的條款 條款規定將當事人從美國引渡到英國 需要合理的理由 而將當事人從英國引渡到美國 則只需要合理的懷疑 自2007年以來 英國已經向美國移交了135名涉案人員 其中大部分是非暴力犯罪 張力的案件現在將先被送交到英國內政部長 以批准對他的引渡 據福布斯排行榜 現年69歲的張力目前身價為16億美元 路透社報導 比爾蓋茨將在訪華期間與習近平會面 路透社引述消息顯示稱 美國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將在訪華期間 於6月16日星期五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這將是習近平近年來首次與外國私營企業家會面 兩名消息顯示稱 這次會面可能是一對一的會面 另外一名消息顯示也證實了他們的說法 比爾蓋茨週三發推文說 這是他自2019年以來首次訪問北京 另外 彭博社報導 英國外長克萊弗利可能下個月訪華 彭博社引述消息顯示稱 英國外交部長克萊弗利考慮下個月訪華 據熟悉計劃的知情人士稱 對於讓克萊弗利在7月底訪華的討論正在進行中 美國媒體Politico週三較早時報導稱 中國已經正式邀請克萊弗利的訪問 克萊弗利此行將凸顯英國首相蘇納克 試圖與中國維持貿易關係 蘇納克和克萊弗利都曾談到 中國是對英國安全的劃時代的挑戰 英國政府最近指責北京在英國設立秘密警察站 南華早報報導中國官媒警告 中國的AI將因為缺乏先進的芯片而窒息 據中國媒體報導 隨著人們對XGPT的興趣日益濃厚 中國科技行業正在爭先恐後的 尋找先進的芯片來支持自己的人工智能發展 但需求飆升加上美國領導的貿易限制措施 先進芯片的供應十分有限 國家媒體《經濟日報》週二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說 中國的人工智能行業正在因為圖形處理器 專用集成電路和加速器芯片的短缺而窒息 美國開發商英偉達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圖形處理器 是用於訓練大型語言模型的最常見的芯片 《經濟日報》呼籲政府和資本 對本土先進半導體提供更多的支持 他說 開發大型語言模型的工業應用 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關鍵舉措 根據中國國家科學技術性研究所的數據 截至上個月 中國至少有79個大型語言模型 而每個大型語言模型都需要數百甚至數千個 先進的芯片來訓練 財力雄厚的科技巨頭在支出方面目前處於領先地位 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據報導 正在內部測試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 今年到目前為止 字節跳動已經從英偉達訂購了價值 超過1億美元的圖形處理器 而百度的聊天機器人則被一家國有智庫評為國內第一 百度同一時期採購了超過1萬個英偉達的圖形處理器 相當於谷歌的採購量 而由於昂貴的服務器 美國的OpenAI運行的聊天機器人Chai GPT的成本 高達70萬美元一天 雖然中國公司渴望先進的芯片 但是英偉達自去年年底以來一直被華盛頓禁止 向中國客戶出售其一流的A100和H100圖形處理器 出口管制迫使英偉達為中國客戶量身定制 比較低端版本的芯片 而中國在禁令之前已經採購到的最先進的A100芯片 目前只剩下大約4萬個 南華早報報導 疫情後大學畢業生湧向了金融行業 CFA金融分析師協會週三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 金融業現在是全球大學畢業生的職業第一選擇 因為他們認為在後疫情時代 金融業能夠提供更好的薪酬和增長前景 根據2023年全球畢業生展望調查 約30%的大學畢業生表示 他們將會將金融業作為第一選擇 其次則是信息技術和電信業 佔25% 醫學佔21% 4月份在英國 美國 加拿大 印度 澳大利亞 新加坡 香港和德國等13個市場 近1萬名大學生接受了調查 而在2021年疫情期間 金融業才排名第5名 當時只有14.5%的受訪者說 他們會選擇在銀行和金融業工作 金融業人士表示 在過去三年的疫情當中 許多商業交易和資本市場的活動被大量擱置 所以那幾年畢業生不會將金融業作為第一選擇 現在 業務已經基本恢復正常 疫情限制已被取消 大學畢業生在此發現 金融業是一個有吸引力的職業選擇 是很自然的 國際領先的保險公司 弘利 友邦和寶城計劃今年在香港 總共招聘1萬名新的保險代理人 以開拓回歸的大陸遊客業務 寶城本週還在澳門開設了一家新的保險分支機構 並計劃在澳門招聘500人 匯豐銀行和花旗集團等主要銀行 也計劃增加員工人數 以促進財富管理業務 以上就是本期中國財經簡報的全部內容 更多全球最新資訊 可以關注六度簡報網站 網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 大家可以訂閱 各類符合您喜好的簡報新聞 也有免費套餐 也有專業訂製的付費套餐 供大家選擇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